不论是哪一个年龄层的女性,或许多少都会对珍珠元素有所迷恋,其素雅中带点奢华的特色,以及能振脱魅力与气质的效果总是令人无法抗拒。 如果担心传统整串珍珠的项链过于老气,这种改以单颗点缀的设计将能增添年轻氛围,而除了链条部分为925纯银,珍珠是严选自韩国外,为了避免单掉乏味,项链上还以小巧的爱心装饰加以点缀,整体流露着干净又纯粹的自然色泽,从日常休闲到正式场合的医者都能巧妙融入, 是半人度过各种珍贵时光的最佳伙伴。 当颈尖有了装饰后,手腕上可不能空空如也,考量到整体搭配性的问题,一是童话贴心推出了这款价格亲民的组合商品,让人得以轻松打造出具一致性的完美造型。 经典摆搭的无线符号略带点铜趣感,不论单独使用或分开搭配都很得体,同时还有金,银两色可供挑选,整体散发着要颜色泽,却不会过于高调,就算是职场中佩戴也不显突兀。 另外,两者才直接有经过电镀上色,以维持产品的柔美光泽,可谓是高CP值的理想之选。 近几年因疫情关系经常需要佩戴口罩,因而衍生出许多相关配件,让脸部即使被遮住依旧能展现时髦的一面。 例如这款商品不但是有助防止口罩遗失的口罩链,亦可当作眼镜链、项链等佩戴、遗物、多用相当划算,将来疫情结束后也能持续派上用场。 其坠视为甜美的双爱心图案,视觉上有着难以忽视的存在感,甚至还会因为佩戴方式的不同,而落在不一样的位置上,并会随着走路姿态摇曳摆动,大大提升回头率,无论实用性及装饰性皆表现得可圈可点。 当感情升温到一定阶段时,相信不少情侣都会想把对方的专属印记带在身上,此时不妨参考这款看看此款项链系列。 推荐可挑选一个英文字母作为代表,无论是姓名缩写也好,秘密情话也罢,想必都能蕴含着彼此才懂的含义,欲低调展现爱意的读者可别错过。 此外,由于此商品的整体造型颇为简约百搭,加上字母从A至Z间完整网罗,想送给好姊妹或家人也十分适合。 至于材质上则选用925纯银并经过电镀加工,使其拥有更优异的抗氧化性而不容易发黄,保养起来相对简单。 这款裸链的线条利落简单,让平常喜爱穿着中性风格的人,都能自在搭配。 且这种简约造型不易随流行更迭而失去特色,除了单独穿戴外,与吉他项链或坠式混搭也不会抢走风采,称得上是用法多变又能营造出层次感的好帮手。 另一方面,项链本身以18K柱金工艺制作,厂商运用特殊机械以高温、高压的方式压延附着在金层上,同时因为材质中不含涅,故能一次坚固不容易掉色即导致肌肤敏感等多项优点,整体而言耐用度相当不错。 如欲挑选一款优雅中又带点特色的项链,此商品或许会是个不错的选择。 它以粉色玫瑰石作为设计主轴,风格甜美可人,更因蕴含多样化的金属元素在其中,使之呈现偏白、偏灰、偏棕等不同变化。 而在925纯银珠及淡水珍珠点缀之下,充满鉴层的色泽也十分吸引目光。 再者,这款产品有7厘米的延长链可供调整,不论是薄微较粗的人,或是想以锁骨链形式搭配其他项链者皆能轻松满足。 至于玫瑰石巨蜥还有着昭桃花的功效,可谓是集结多种魅力于一身。 四叶草图案除了与人宜然自得的氛围外,更有着象征幸运的含义,佩戴时仿佛替自己加油打气一番。 这款项链中央以水晶为本体,外围则有一圈水钻装饰围绕,使整体闪烁着耀眼光芒,质感,也更为提升,丝毫没有因评价而大打折扣。 另一个亮点莫过于中间流苏为可调节式的设计,要长要短阶能随心变化。 唯一要注意的是其坠是难免容易勾到衣服,尤其秋冬穿着针织类的服饰时需多加小心以避免拉扯。 来自台湾的原创品牌Mainement推出这组吉祥话系列项链,不仅有平安、好运等词汇,还有自摸及莲装等招财小语,逢年过节佩戴想必话题十足。 且其字样小巧迷人,搭配镂空中文字呈现出一股独特美感,预纵送给外国有人或长辈都很合适。 其次,项链部分选用抗敏钢材质所打造,最大特色之一便是不怕水,加上轻薄又轻盈的重量,就算佩戴整日也不敢负担。 不过每个人对中文词汇的喜好,即接受度较为主观,整体来说趣味性大于实用性。 总觉得普通项链了无心意的话,此款应该能够获得青睐。 包袱在复古血痰木珠下的是一条细长绵性管,只要将喜爱的精油注入其中,就可让自己无时无刻被香气围绕,感受精油所带来的疗愈功效, 还能省去喷香水的麻烦。 顺带一提,精油随时间蒸发后可自行开盖替换,想定期变化不同气味时常保持新鲜感也不成问题。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更换免性的步骤略显繁复,没耐心者可能无法审住气操作,另外一须记得确实将瓶盖锁紧以免精油漏出。 若偶有正式场合要出席,想要替自己装点的更加精致,便很值得将这款商品纳入考量。 其在锦链上镶了满满水钻,从远处看就十分吸睛,想必能轻松成为派对上备受注目的焦点, 而长度锤坠至腰部的链条也拉长了身形,可使整体比例看起来更为纤细。 另外,厂商一贴心地推出了金、银、黑三色,让各位能根据服装风格选择。 只是相反的,由于它属于华丽设计的款式,或许不那么适合每日穿搭之用, 追求时搭性及高CP值者可继续参考其他的推荐品项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,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